你好,欢迎你收听天国勇士 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灵性比人性更有力量 灵性比人性更有力量 在这个针言十八章第十四节 在这个英文的Amplified Bible 扩充版里讲 就是一个人的强的灵性 甚至在他身体的痛、疾病、困难中 都能够不断支撑着他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 软弱、破碎、无助的时候 就是很难继续令到这个人生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 神是告诉我们 神是一切的智慧、德性和力量的源头 Amen! Hallelujah! 神告诉我们 我们重生的灵 重生的灵是我们最有力量的这一部分 我们重生的灵 给我们的智慧、感情和人的意志力更有力量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个经据针言十八章十四节 我们看到 就是说 甚至乎当一个人的身体有病 充满痛楚 但是 只要你的灵是坚强 你的灵是稳定 可能你的环境 甚至环境都很辛苦很艰难 但是只要你的灵是坚强、稳定的话 你的灵是会帮助你、带领你走出这个困境 Amen! Amen!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 你的重生的灵 基督徒 你重生的灵是软弱 是被破碎了 没有去得到慰养 没有得到这个神的话 要去令你充电的话 那你就会是非常之困难 甚至乎是非常之 没有可能可以捱得过这个痛楚 和这个困难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的灵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神通过他的话语 告诉我们 他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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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同一样得到这个启示 他就说 如果你是互相执道 充满了人的做法 充满了人处事 和处世的方法 那其实你不是属于肉体吗? 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吗?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不应该照着肉体 不应该照着世人的样子去生活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应该照着我们的灵性 借着我们的灵性的力量去生活的 我们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高超的位置 Amen 但如果我们继续以我们的人性去生活 以我们的人性去思想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令到我们的灵性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 越来越进入了这个差不多是冬眠的状态 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不可以用普通人的做事的方法 我们的思想里面 不可以只靠我们的智商 或者靠我们的过往的经验 或者做生意的想法 当我们说到灵性的时候 我们会说到一个更加高的 和有力量的位置 远超过人性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性 你重生的灵是不会忧伤 不会惧怕 不会有负面的思想 以及不会倾向负面和恐惧的状态 我们重生的灵是不会妥协 我们重生的灵是处在高的位置 是高过自然界 高过物质界 高过人性的 Amen 但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们要清楚 就是基督徒重生的灵 是可以被压制 可以被封锁 你可以是照着人性去生活 去思想 去做决定 当你不断是跟随着你的人性 去做人或是生活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压迫你的灵性 锁住你的灵性 灵性是出不来的 你问我 我怎么才知道我是灵性 还是人性 其实是不困难的 你会发觉 你重生的灵 很多时候都是安静的 是平稳的 重生的灵 不会很大声 不断很固执 坚持己见 而且不会不断要得着注意力 一定要自己做领袖 或者一定要走在前面 但是人的魂 就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肉身 很多时候是很大声的 而且不断要很固执 一定要自己对 还有很有增径在里面 好自以为是 这个就是我们很清楚 所好知道 那究竟是我的灵 重生的灵 是在引导我 还是是我的肉体 或者是人的魂 是在引导我 你会发觉 如果是自己的心态 是自我可怜 或者自己的心态 是看不起人 那这个当然是肉身的声音 或者是很恐惧 很担心 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这也是恐惧 或者是人性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发觉 自己在里面 很平静安稳的 很稳扎的 有这个 充满这个信的 在神里面 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如何去生活 如何去祈祷 然后如何去交托 这是你的灵 在带领你 当我说到 不要容许你的人性 是毁灭了你的灵性 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说的是 我们不要不断地 刻意地 和惯例地 去走在我们的人性的道路上 我们不要容许我们的人性 坐在司机位 我们一定要是我们的灵 重生的灵 坐在司机位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像这个 Jezebel Jezebel 中文是什么 Jezebel 我看看 First Kings First Kings 21 21 如果我们不断容许我们的人性 我们的肉身 或者我们人的魂 如果不断容许这个肉身 和魂 去工作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工作 去带领我们 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好似 在列王基上 第二十一章里面的野洗别一样 你会发觉野洗别就是不断去哄 以及容许这个皇帝阿哈 容许这个皇帝阿哈 他想要得着这个葡萄园 他想得着这个葡萄园 这个野洗别就用不尽的不断 用不同的方法 将这个葡萄园得到手为止 这里我们看到 人性 我们的肉身 或者是人的魂 不是灵 是魂 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 以及意志力 如果我们容许他带领我们的生命 坐在这个司机位 这个是说的 会引起来 一切会让我们妥协 不断去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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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将会往这个错路 这条错路 这条错路 就会毁灭我们 令我们在属灵里面 非常的不兴奋 非常不火热 非常的不火热 非常的冷漠 只是做一个宗教式的基督徒 很重要的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灵性的能力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 我们中文有句话就是临急抱佛脚 我们一定要选择和决定 不断将我们的灵去充电 去过一个被灵所带领的生活 我们非常刻意地读圣经 刻意地听讲道 刻意地代讨 刻意地祈祷去尋找天国的生活 天国的生命 去侍奉神 过一个超自然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而不要被邪灵梦骗 然后去毁灭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5章16节讲得很清楚 我们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的保证 这个胜利的方法 胜利的道路在哪里呢? 胜利的道路在属灵里面 只要我们保持属灵 Amen,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们一定会高过肉身的人有 和世间的人有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5章16节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要习惯性地在灵里面去生活 在灵里面去行走 灵里面去生活 Amen, Hallelujah 对我们的灵作出适当的回应 Amen 去引导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力 引导我们的身体 Amen 我们就不会被人性的放纵的情欲去控制我们 我们就会处在高处 Amen 在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17节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肉体的欲望和圣灵 我们重生的灵 是割走不同的路 是相反的路 是走相反的路 是互相对立的 是不会一起的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跟随我们重生的灵去走 跟随圣灵的带领去走 Amen 不要容许人性 不要容许肉身去阻碍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和工作 耶稣也说 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 或者《路加福音》第16章13节 耶稣说得很清楚 一个人是不可以侍奉两个主的 他不是说你千万不好 而是他说不可以 即是不可能的 即是说你自己欺骗自己 你只被一个宗教识 你不是将这个真理行动出来的 他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尝试或者以为可以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只是爱那个轻视 你不可能 不可以 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我们看到 在这里 马门就是钱 中国叫做财神 钱的邪灵 这个钱的邪灵 是代替了人的肉身 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去赚钱 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去赚钱 因为钱是完全可以满足肉身的私欲 所以很重要的 这个启示给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不可以容许我们的灵 和我们的魂 即是人的肉身 思念 是同一个层次的 不可以同一个重要性的 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魂 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力 克服放在我们重生的灵之下 Amen 如果你要过一个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成功 和有益于你的生命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将你的魂 就是思想感情和意志力 Amen 放在你重生的灵之下 你重生的灵一定要做老板 Amen 这个魂一定要做仆人 Amen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混乱 那我们一定会很成功地走我们的生命的道程 生命的旅程 Amen 那你就不会不断去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在里面的位置已经放好 那次序已经放好 那第二个启示我们看到 就是马门 就是说钱 就是这个钱的斜铃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底之下 金钱是我们的工具 Amen 是我们命令金钱做什么 而不是金钱命令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是金钱的奴隶 神创造我们是为首不为美 神创造我们是做上司 而不是做奴隶 我们是可以命令我们的金钱做什么 我们可以命令我们的思想要想什么 我们可以命令我们的感情要怎么样 我们的意志力要做什么决定 Amen 你是你自己的老板 Amen Hallelujah 这个是当你站在神的位置里面 你容许你重生的灵 去带领你的魂 你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力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适当的次序 那你的生命就是不会本末倒置 那你的生命就是走在神的成功道路 Amen 当我们看新闻或者周围的人 我们都看到金钱破坏很多的婚姻 破坏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事业 生意 国家 甚至乎我们都认识有人 会因为金钱而生病 或者是自杀 或者是做一些令到自己很羞恥的事 所以很重要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盘石 是真正我们的真理 带领我们生命的真理 所以很重要记住 就是神创造我们不是侍奉金钱 是金钱侍奉我们的 那当你有这个正确的次序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发荣的了 Amen 第三个启示 我们看到神就不会将他自己同金钱 或者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任何的偶像 是同一个层次的 就好像如果你看这个 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三至四节的时候 你们看到这个偶像 叫做什么 大哀 大哀 大肝 大肝 他们把耶和华的药柜和他放在一起 但我们看到当他们起床的时候 大肝这个偶像就跌了 面就在地上 然后第二次 所以连这个大肝的头和两只手都完全折断 我们看到神是不会和偶像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千万不要将金钱和神放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的繁荣是从神而来的 繁荣是祝福不是奏罪 Amen 所以繁荣是一定要从神而来的 记不记得这个《雅干》 在《约书亚记》第七章 这个《雅干》 因为他得了一些诅咒的东西 令到他自己失去了生命 我们要记住 神的大能 神的位置 一定要高高 世界上任何的事情 我们心里面所一切的渴求 一定要放在神之下 Amen 你说黄慕斯 我需要钱的 我要交租 我要交电费 没错 圣经讲得很清楚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所食的 我们要穿的 我们要交电费 我们要交电费 我们要交电话费 神知不知道 神是完全知道的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方法 如何得罪神的供应 我们如何得罪神的供应 就是要先寻求祂的觉 祂做事和做人的方法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即是说物件 都一定会加给我们 Amen 只要我们用我们的相信 我们相信是放在神的话语 相信放在神的真理 Amen 神的爱 Amen 我们将我们的信行动出来 Amen Hallelujah 将神的话语完全行动出来 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供应 Amen Hallelujah 记住你的灵是非常有力量的 千万不要忘记 你要不断去充电你的灵 建立你的灵 去威养你的灵 Amen 是最重要的 Amen 当你的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 Amen Hallelujah 神的话语 和你重生的 充满神的话语的得罪 由高的灵 是一定会带领你 进入成功的道路的 Amen 祝福你 Amen 方法语 方法语 到时候 对